前段时间 日本球队横面FC官方宣布 现年52岁的三浦之良与球队许约 2020年将继续代表球队征战 上赛季 横面FC夺得J2联赛亚军 球队也升入J1 这位52岁的足坛长青树 将在新赛季征战日本铁级联赛 近日 三浦之良的队友 现年38岁的松井大府晒出球队 在游泳池中的训练照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52岁的三浦之良依旧不错的身体状态 健康的体质 腹肌也清晰可见 虽然容颜略显沧桑 但半裸身材丝毫不输给年轻人 三浦之良出生于1967年 四肢前锋 在1993年便参加了首届日本职业联赛 并获得该年度的MVP 上赛季 他在J2联赛登场三场 说官占横斌FC2比0战胜了爱援FC 52岁272天的三浦之良 T5登场 创下了这联赛最年长球员登场记录 都说34岁的西罗逆生长 看看52岁的三浦之良 已经超出了人类理解范畴 为了保持与职业联赛匹配的身体条件 三浦之良几乎每天早上都是5点左右起床 在尚未天亮的训练场晨跑 严格按照既定配速完成后才是早餐 之后来到足球场开始米洁性训练 不仅如此 下午他还会健身房锻炼肌肉力量 晚餐过后再来到游泳池进行体能强化 每天三练坚持至今让人敬佩 相比之下 看看国字号球员的身材 无论是年少出名匆匆退役的董芳卓 还是信义鲁能主力的崔鹏 还是代表中国足球未来希望的国少球员 他们的肚子已经配不上运动员的称谓了 相反 回看当年那批闯过2002年世界杯的国足将士 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 肌肉明显 不仅感叹 态度问题才是中国足球这些年停滞 甚至倒退的原因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